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圣周五。 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 全世界在今天都在纪念耶稣的苦难。 耶稣就是在他来之前,公元前,一千二百年,那只高音。 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压迫,他们生的孩子,只要是男孩,都要被扔到尼罗河里压死。 因为怕他们发展壮大,将来反抗。 所有的苦工,重活,都让他们干。 他们真的是一个努力的生活。 那时候,天主讲全眉色说, 我亲眼看见了我子民的痛苦。 我亲耳听见了他们的哭声。 我现在要亲自打发你,去拯救他们。 天主,他关心他的孩子。 他要救他们。 他不是高高在上。 每个人的痛苦他都知道。 所以,他坚持美色,让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我们知道,埃及的法郎不放以色列人走,因为这是廉价的劳动力。 放走了谁干活儿,天主显了十大奇迹。 最后一次,在那个晚上, 天主说,我要做一件决定性的事。 他不能再不放你们了。 你们本家要杀一只羊, 把羊血抹在门框上。 只要有羊血的门,天使不会进去。 因为我要派进天使走遍全埃及国, 杀遍所有的长子, 无论是人或神兔。 所有的投胎,我都要杀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你们不放我的孩子走, 那你们谁也被想活。 后来就在那个晚上, 以色列家家杀羊。 他们把羊血抹在门框上。 天主说得很清楚, 你们怎么吃这个羊。 烤着吃, 把这个羊放在两根木柜上。 要注意, 在羊以及煮羊的时候, 不能够把他的骨头打断。 好,他们就按照天主的话做了。 结果,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当天晚上吃了羊, 第二天他们就都走了。 后来我们知道, 埃及的军队追赶, 前面有红海, 后面有追兵。 结果天主还是让他们顺利地渡过红海。 结果将一死, 埃及人全军覆没。 这就是著名的圣经上的出谷记。 天主把他的孩子们从奴隶当中领出来, 进入府地, 走向自由。 那只羊羊救了他。 从这里, 我们想到, 这只羊羊是谁呢? 每天在圣殿里, 他们奉献羊牛给天主。 献给天主以后, 天主宽恕人们的罪。 等有一天, 也就是一千二百年以后, 耶稣来了, 出现在约旦河边。 若翰是为耶稣做证的。 人们以为他是天主派来的救世主, 他说我不是。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我连给他携鞋带都不配。 那位是谁呢? 有一天耶稣来了, 在约旦河边出现。 若翰一看见, 马上就说, 看天主的羔羊, 看除免嗜罪者。 因着他的血, 天主要救赢全人们, 除免嗜罪者。 要让全人们走向自由。 而若翰在为这只羔羊作证。 天主打发来的那只羊, 要赦免全人们的罪, 它被宰杀。 为什么今天让我讲到这一点, 因为读到寿断史最后一句,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要折断, 你们吃羊的时候, 把它夹在两根木棍上, 他的骨头不能打断。 当耶稣钉在石的架上, 圣若望站在石的架下, 他想起了那只羊。 耶稣被两根木棍架在上面。 这是那只旧以色列子民, 天主的孩子们脱离奴役, 走向自由的那只羊。 架在两根木棍上, 应验了以前的话。 我们知道, 耶稣被钉死, 旁边还有两位强盗。 然后, 今天是星期五, 从今天晚上开始, 就进入了 月节, 以色列的大节日。 所以, 一到从今天晚上, 就不能干活了, 因为是大节日。 而耶稣这时候, 还悬在石的架上, 怎么办? 希望这几位早点死去, 死了赶紧买, 买了回家, 准备过节日。 这时候那些士兵会着急, 他们看到底死了没有。 耶稣悬在石的架上六个小时, 事实上, 他头一天, 已经被刑罚, 整个晚上, 血液受折磨, 身上的血已经流了很多, 所以几个六个小时以后, 他断气了。 当士兵来检查两边的强盗, 看他们还活得好好的, 因为他们很壮, 一直在石的架上挂着, 没有死。 这时候, 他们就拿枪杆, 砸断了他们的腿。 这时候加速了他们的死亡。 等来到耶稣跟前, 看到耶稣已经死去, 就没有打断他的腿, 像打两边的人一样。 这时候有一个士兵就拔出枪来, 直接扎了耶稣一枪,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死了, 为什么要扎这一枪? 这是一个奥秘。 圣中望耶稣的门徒站在下面, 他不懂, 但后来他写圣经, 他说, 以撒耶稣甚至曾经这样一言, 耶稣之前八百年就说, 有一天, 他们要斩养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 斩养是抬起头来观看, 不只是想看任何看, 而是莫安, 而是尊敬的, 怀着感恩。 哦, 这一位被刺透的在我们面前, 我们要斩养他, 他救了我们。 正经验了先知的话,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要折断, 因为这是玉岳节的羔羊。 弟兄姐妹们, 整个的这一切都在天主的计划中, 天主造我们, 他已经知道, 我们有一天会堕落, 似乎他的计划也破坏, 事实不远, 天主已经准备好到人家来, 把我们再领回去, 怎么样领回去, 他自己受难受死, 为了救我们, 他就是那只羔羊, 今天我们纪念耶稣的苦难, 我们看这一切都在天主的救恩计划中, 让我们斩养十字架上的这位, 他为我们被定死, 为我们被刺透, 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 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 你们记得天主造了亚当, 从他肋旁抽出了一根肋骨, 造了第二个人爱望, 是的, 爱望出自亚当的肋旁, 血和水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 血是圣系圣事, 水是圣系圣事, 明天晚上我们要为成年人孩子领洗, 多少年以前我们都在水中领洗, 成了天主的孩子, 教会我们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 就像恶瓦从亚当的肋旁流出来, 耶稣是新的亚当, 新的人类, 教会从他那里出来, 我们是新的爱望, 如果说旧的爱望, 第一个爱望, 他引诱亚当, 他上魔鬼的当, 他开始怀疑天主对他的爱, 第二个亚当, 耶稣完全把自己交在父手中,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 父啊, 完成了, 他的一生完全信赖父, 那么从这个新的亚当, 生出的教会, 我们不要像第一个爱望, 动不动怀疑天主, 我们要像新亚当耶稣一样, 像独生子一样, 完全充满对父的信赖, 把一切交在父手中, 即使我要死, 我也是死在他手里,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 我把整个的存在, 都交在你手中, 是的, 这双手创造了我们, 这双手一直照顾着我们, 这双手一直拉着我们, 在微信中, 甚至他把我们抱起来, 就是这双手, 是爸爸的手, 是无形的, 因此我们经常怀疑, 因为看不到, 不, 我们生死耶稣基督的内套, 像新的亚当耶稣一样, 做父的孩子, 即使遇到任何考验困难, 父啊, 我把我的一切交在你手中, 这样我们才得救, 像死一样,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